你就是我的女孩 你是世界最可爱 给你最真的告白 发射我全部的爱 你就是我的女孩 你是心里小可爱 你就是我的 我的期待 for I run my mind 你是可爱的 pretty girl 我只想牵着你的手 抱歉亲个鞋头多手 口词想破了头 她无法在心中 Hey girl 我的话不荒谬 看你开心就足够 我只想跟你说一句 I love you so 发射爱心 你就是我的女孩 你是世界最可爱 给你最真的告白 发射我全部的爱 你就是我的女孩 你是心里小可爱 你就是我的我的期待 for I run my mind 我喜欢的你看 我是你也傻笑 我喜欢的你还 相信想要醉胶 我喜欢的你快 给我你的拥抱 我喜欢那个你 因为是你 怎么都可以 我也不怕告诉你 我们早就在一起了 对吧 遇知瑶瑶 遇遇 我知道 因舊抛弃你很难过 但是 你也不能这么将就吧 将就 请问你在哪里搞就啊 不搞 演员 演员 遇遇 群众演员是没有前途的 你不能这么自暴自弃啊 你说谁群演呐你 你看那个人好像游戏啊 你是不是傻啊 游戏怎么可能就成这样 有道理 他的鞋好像我奶奶有一双啊 你给我等着 爆发户 爆发户 你说谁爆发户啊 看不得把这衣服上的标志全天地点 你怎么不说话啊 信息真的是你回的 没错 是我 帮你回的 怎么了 你干嘛 我告诉你 这件事可不赖我 就算我不帮你发消息 他也是会跟你分手的 我只是帮你在 他甩你之前先把他甩了 游戏要你冷静一点 你要问那个渣男跟我动手吗 我从来不打女人 何况是在大马路上 我 游戏要你等等我 哎 门 哈 游戏啊 看卫伯了吗 你跟郑家儿说什么绯闻了 什么 什么 这郑佳儿 居然拿一张巨账来黑我 郑佳儿还给我点赞 这些我说都说不清了 游戏配不上郑佳儿 晓晓 我跟佟尹在一起的时候 才知道什么是爱情 我可想要骂回去 尤老师 我来 我去吧 杨阳 我们分手的事情 能不能等我毕业答辩之后 再告诉玉池教授 快乐 够很吗 很 特别好 你 你去哪儿啊 你的书房一本书都不放 没有升级 我快窒息了 没本事扎张男拿我出气 我 你说你助理被男朋友皮特拿你出气 不不不不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他今天有点反常 拿可乐给我吃药 该吃药了 放冷水给我洗澡 拿西装给我当睡衣 尤老师 睡衣给你放这儿了 你如果真的关心他 就给他打电话 好在我这里唏唏道道 开玩笑 谁担心他了 我 我才不担心他 喂 明天来上班 别忘了 我 我记得 你怎么了 热太疼 疼 玉神木木 我告诉你 天下好男人千千万 你可千万别想回来 玉神木木 你把刀给我放下了 你再这样 我报警了 着火了 着火了 他 这次的火情是由于线路老化引起 幸好发现了精神 我 知道 全体收队 公总 去哪儿啊 去我家 都没用 重遇有点冲动 不敢平凡勇动 三分钟好又平庸 那个 我家里从来没有留过锁 你尽量 我的意思是 你尽量在不影响我生活的情况下 随意一点 给您添麻烦了 等我家装好 我就搬回去 你就先 试二楼的客房吧 游老师 你的护具呢 好 差不多好了 晚安 晚安 你干嘛 大晚上不睡觉坐沙发是吗 游老师 我的房间没有床 不知道睡哪儿 那你要坐沙发坐一晚上 不知道敲我发门啊 我怕打扰你睡觉 但是我从门封下面 给你塞了纸条啊 纸条 嗯 嗯 你 明天给你安排 你先凑合 睡沙发 吓死我了 你干嘛 游老师早啊 我在打扫卫生 你知道现在几点吗 已经八点二十了 已经 嗯 袁陈茂茂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 这是你要读的书 游老师 我要读这么多书 袁陈茂茂 来了 刘老师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是你的学习计划 贴着才醒目 可以随时提醒你 保持紧张的学习态度 撕掉 刘老师 到学习时间了 最后呢 管仲要齐桓公 以自己的名义召集了 宋 燕 魏 正 又再卷慧盟 从此 饥桓公成为了 天下公认的霸主 好了 今天的课程 就上到这儿 你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没有 那你自己复习吧 我回去一趟 拿点东西 赶紧的 赶紧的 你不用急着回来 再见 再见 下这么大雨 还真跑出去玩啊 这有东西 了 我吃了 身作聚合 然后怎么办 玉石木木 我到底上辈子造了什么 你遇到你这样的可惜 你干吗 余老师 我的电动车好像忘了锁 我去 我去 我说过我又想起你了 还记得那年我们都很 给钱帮我 干吗 洗澡呢 余老师 你把我的行李放哪儿了 我怎么知道你行李放哪儿了 莫名其妙 谁啊 快递 放门口 谢谢 谁知道 现在还有人用编织袋装衣服 你的衣服一时半夜干不了 先穿我的 喂 我给你带 余老师 我只是想起了一些事情 别告诉我 我不想听 我和殷舅的相遇 也是这样一个下雨天 你真是剁罪 我为什么要问你 一个女孩子分手了 哭出来不丢人 实在不行 你可以找闺蜜呀 英九跟你在一起 从来就没有开心过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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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的意思是 童景之外的闺蜜 实在不行 找我也行 陪吃陪喝 不带话想 不过 今天太晚了 我先睡了 晚安 不行 不行 这样下去可真不是办法 怎么还不开车 司机还没来呢 你就是司机 你不会开车啊 不会 宇舅老师 宇舅老师 咱们什么时候开始上课啊 我已经把你报好名了 假 小 你好 你好 这三位是你的教练 是让我挑一个吗 不不不 这三位啊 都是你的教练 都是 对对对 都是 这下可算精进了 喂 你好 这里是医院 什么 医院 佑老师 你知不知道 今天这个事故 有多大惨烈的教训 对于我们这个驾校 损失有多大 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们还是直接问受害者吧 为了我们驾校教练 和我们学员生命安全 御师姚姚是必须要开除的 学费 我们是一分钱都不会退的 还必须赔偿我们的医疗费 还有精神损失费 否则 我只能报警了 你想干吗 报警啊 你报警 我要投诉你们驾校 第一 教练私自下车聊天 让学员独自列车 这是违规行为 第二 开除学员不退学费 并没有在合理里写出 第三 三个大男人交配一个小女孩 我严重怀疑你们的指教能力 你什么意思啊 放心 医疗费用我来承担 这学 我们不上了 但不是你们开除我 是我们不学了 你 你 愚蠢默默 出来练车了默契什么呢 赶紧的 你干吗 刘老师 我对自己的技术没有信心 有我这个老司机在你怕什么 先够了 哦 我来教你点高难度的 我教你倒车 倒车 只要你把倒车学会了 开车肯定没问题 嗯 轻踩刹车 挂挡挡 看镜 松开刹车 轻踩油门 诱老师 我看那个驾校倒车 都有标杆 我下去给你做标杆 我 看得到我吗 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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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到 尤老师 医院又是医院 怎么回事 尤老师受伤了 怎么受伤呢 开车撞 谁撞的 我 我 医院瑶瑶 尤老师说踩刹车 我踩成油门了 你不是要这样犯惨吗 哦 现在我知道了 刚刚交警已经来罚过款教育我了 我之前怎么跟你说的 尤老师要是再出问题 我就滚蛋 那你还不走 对不起 达壮哥 对不起 尤老师 回来的时候给我带碗粥 不要放糖 游戏啊 可是达壮哥说 我是你老板 他是你老板 快去 好的 尤老师 游戏啊 你的手刚好脚又这样子 再出什么事 谁负责啊 我负责 他身玩一大惊小狗 我负责 玉琴嬷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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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吗 刘老师 我在整理修改意见 这两天我仔细地看了 不小心爱上你的剧本 发现它有太多地方有问题 有太多地方经不起推敲 所以我就整理了一下修改意见 你管那么多干吗 你是编剧吗 剧本好爱跟你有关系吗 有关系 尤老师 你是演员 剧本是你要演艺的东西 我有责任帮你把最好的作品 呈现给观众 用不着 我告诉你我就是演员 演员正负担演戏 剧本再来也够没关系 听明白了吗 难怪你演了那么多烂片 哪 哪里烂了 我还拿过金萝卜演技大奖呢 动什么你 金萝卜 佑老师 你没事吧 你怎么样 你绝对呢 你慢一点 佑老师 你干嘛 守则第八条 佑老师的卧室 不能紧 不能听 不能看 你让我一个人这样进去啊 嗯 等一下 你静置之前把眼睛闭上 我们走 又一点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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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右手边 闭上 游老师 喝水 你把眼睛给我睁开 对不起 游老师 喝水 以后你进我房间 就不用过这眼睛了 好的 游老师 看什么看 游老师 你不让别人进你房间 是因为你有洁癖 还是因为 你懂什么 只有这一个空间 是属于我一个人的 我懂 不能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连穿衣服都要靠别人决定 你的人生有太多身不由己 好 出去 游老师好 游老师好 游蜥啊 就说你出院了 我们啊 来看看 这位是 这位啊 是邓记者吗 想采访一下你 应该 没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 那我就直奔主题了 游蜥你这次受伤 牵动了万千粉丝 大家都迫不及待地 想要看到你新的作品 同时 网络上出现了一些 因为你伤情加重 而即将终止退出拍摄的猜测 还有人猜测你是因为耍大牌而迟迟不肯开工 所以在这里我想替你的粉丝得到一个答复 对 请问 你准备什么时候复工呢 游老师的讲 请问你们的初心是什么 身为一名演员 我的初心就是把最好的作品呈现给观众 对对对 我们的初心也是一样 把最好的作品呈现给观众 那就停工吧 停工 这两天我仔细看了剧本 发现剧本中的问题实在是太多 太多地方经不起推敲 这个剧本里存在很多文学性的错误 一方面不利于演员的理解 而另外一方面 会向观众传导很多错误的文学知识 三位留步 陈副导演 蔡制片 请务必回去好好修改剧本 如果需要的话 我的助理可以帮你们整理出一份修改意见 刘老师啊 你的这个助理真的是 了得呀 我也这么认为 行 那就不打扰二位了 你 你这么看着干嘛 尤老师 我以为你不认同我的想法 没错 我就是不认同 我只是因为 因为我脚伤了 我不想干活 尤老师 我说回昨天晚上说的话 其实你演的片子没那么差 你还愣着干嘛 把他们碰过的地方好好打扫一下 知道了 蔡制片 你也知道游戏的伤势还没有好圈 这个点让他复工 我们得冒了多大的风险啊 你放心 我们今后啊 肯定保证好游戏的安全 既然我们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 那蔡制片是不是该亮亮你们的成衣了 莫瑞哥的意思是 我听说你们组里演女二号的女演员 档期冲撞正在闹解约 我这儿呢 正好有一个不错的人选 好说好说 莫瑞哥 我听了 听什么听了 我的脚好了 赶紧把丑电子给我拿走 没事不吗 好的 大壮哥再见 余老师 大壮哥说明天复工 你早点睡吧 明天复工 我是病号 你不是说脚已经好了吗 朱大壮这么急着让我复工 有妖怪触摸 你说的是 事出反常必有妖吧 看不到这个意思 赶紧睡吧 不对啊 佑老师 我的床什么时候到啊 床都是根据我家的装修私人定制的 哪那么快啊 你在沙发上将就两天吧 你的地盘 我走 女二和谁呢 来这 我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你认识才有鬼 说个谁 潘朵 名字 我也没听过呀 一个新人就可以演女二 绝对地代字进组 一个老师 他不是代字进组 是代人进组 你看 经纪公司写的是圣果娱乐 圣果娱乐 嗯 而且是大壮哥亲自带的新人 我倒要看看 这个新人有什么固然之处 让朱大壮亲自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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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谢谢大家 抱歉拖了工期 让大家耽误这么久 今天收工 我请大家吃饭 好 谢谢 谢谢 我的男主角 恭喜出院 不好意思啊 对白盒过敏 给我吧 我不知道有心理对白盒过敏 早前我就不买白盒了 下次 去化妆了 失陪 对了 陈飞导演 哎 拍摄的时候 麻烦封锁好现场 不然被偷拍泄露 那就不好 一定 一定 好 来 大家开关啊 好 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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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镇佳 倒贴炒作害我被骂 装得跟没事人一样 把这东西给我拿走 赶紧的 尤老师 你真的对白盒过敏啊 我有必要撒谎吗 拿走 好 白盒 我最喜欢白盒了 可以给我一朵了 都给你 你人太好了 谢谢你啊 对 那个 你知道游戏师兄的休息室在哪儿吗 在这儿 谢谢啊 游戏师兄 你好 你谁啊你 别动 这花哪来的 这花是一个漂亮姐姐送给我的 师兄 别过来 别动 帮帮帮 violence 别动 有师兄 别沉默默 就是这个姐姐送我的 师兄你好 我叫潘朵 今天我们有个对手戏 你就是潘朵啊 大壮哥眼力下降了呀 我 我觉得他挺可爱的 哪里可爱了 师兄 要不我们俩对对戏啊 我没这习惯 出去 你这个习惯是慢慢养成的 出去 师兄 也许现在的我还不能让你看到 但是没关系 我一定会努力得到你的认可的 尤老师 你是不是有点酷了 潘总 你给我回来 我刚才演得怎么样啊 是不是特别有同性感 师兄 情绪特别到位 淳秀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兑训了吗 一进一进 是 你醒了 你已经昏睡三天了 这是哪儿 这是我家 我是在海边发现你的 你还记得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 没关系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那之前 我先做你的朋友吧 卡 游戏眼睛不错啊 游戏眼睛不错啊 新人眼睛不错 挺好 当然游戏师兄戴得好 我才能发护出我的眼睛 游戏师兄 第一次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河老师 准备下一场了 来了 人死不能复生 你千万别太难过 哈哈哈哈 卡 你懂情绪吗 什么是情绪你知道吗 导演您说的是什么情绪 要不你说一遍呗 你还问我啊 你最心爱的男人死了 是什么情绪啊 你看表演还不如人家信任的 没想到这个潘多拉 看起来怪不靠谱的 演起戏来 还挺上那么回事的 至少比那正这样也强多了 难怪大壮哥 会亲自带他 那可不是嘛 大壮哥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探班 探牛子的班 也不知道是来探谁的班 带新人也不跟我说一声 大壮哥 二舅 二舅 游戏啊 我外甥女儿 潘朵 第一次拍戏 你多照顾照顾她 这论辈分 她也生你的外甥女儿 三舅好 谁是你三舅啊 行了 班也探完了 该走了吧 大壮哥 还不能走 我还有急事给你说一下 什么事 剧组啊 人多二杂 等你收工了 我再跟你说 看 看 游戏啊 我找人查过了 薇娅的确被人动了手脚 瑶瑶看到能特技工作人员 肯定有问题 人呢 跑了 说是家里有事请假几天 那不就是跑了吗 不过你别担心 我挖第三尺都把他给救出来 那 那个人为什么要害游老师啊 那肯定是有人背后指使啊 不然像你老板这种 平易近人的大明星 怎么可能有人莫名其妙想害我 要是让我知道谁想害我们家游戏 我还没把他给撕了 这需要想吗 肯定是说解歌啊 我演诸葛亮他演司马懿 我代言奶茶店他代言解肥茶 我搞见面会他在边上搞什么庆功趴 上个人彭刺 宋且哥倒的确是个偷好嫌疑人 什么偷好嫌疑人啊 他就是凶手 当初把他踢出公赛不够 你把他踢出娱乐圈才能 我要睡了 没事别叫我 有事别叫我 宋且哥时代娱乐当红笑声 参演众多电视剧 手部影视作品是倾城之行 别告诉我 你再摆读宋且哥啊 是啊 大壮哥 是位助理 连你老板的死对头都不知道 这个宋且哥 什么都要跟游戏争 不过就是个千年老二罢了 那游老师为什么讨厌他 一切起源都因为一个男人 既然你连宋且哥跟游戏层 是一起出道的练习生都不知道 那你肯定更不知道 跟他们一起出道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蔡寻薇的 谢谢老师 我昨天去试了欧阳导演新戏的角色 导演对我很满意 我目测这一戏能火 可以啊 现在练义生出道太难了 通过剧转线 倒是一个好救 我们现在也就是练习生 努力就行了 来 加油 三 二 一 加油 三个人感情很好 但是一起出道必然有竞争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 看吧你紧张 不怕啊 没问题 这个你闻闻 可以让脑子一直保持心想 我紧张的时候一直都在用 好用吗 特别好用 快 细口 蔡寻薇准备 好 这次主要来跟你深入地聊聊 对这个角色的看法 我 我觉得这个角色 从此以后 蔡寻薇转号 准备 宋姐哥凭借这部戏称之为 《影视圈一哥》 签约了《圣果娱乐》 一年后 游戏进入影视圈 签约《圣果娱乐》 成为了新一哥 成为了新一哥之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将宋姐哥 从《圣果娱乐》 踢出去 老板 听说游戏复工了 我跟游戏还真的是 冤家路窄啊 那么大 你只情话就让我融化 看你再不知这小小的家 满意的幸福快要撞不下 春秋的雪花冬夏的温差都变得如画 乱碎一些日落色的牵挂 有什么理由不珍惜当下 我会陪着你当你泛起了泪狂 我会冲着你不让你哭化了妆 我会牵着你去你相聚的任何地方 你是我的女人 我要你当我一辈子的女神 静静的夜里轻轻为你颠倒 我的怀抱负责让你睡得安稳 我是你的男人 我会照顾着你做到一百分 默默追寻你心中完美剧本 是你让一切变得可能 让爱完整 Zither Harp 感谢观看